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许很多年轻人并不熟知这位移居海外五十多年的收藏家的名字 但对于挚爱中国绘画艺术的西方学者来说 也许他的去世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终结 有幸的是他的收藏品保留了下来 今天就让我们继续欣赏这些旷世名画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是美国最大的博物馆之一 全转分站三层楼设234间陈列室 收藏有近五千年来的各类文物 主要有埃及艺术 希腊罗马艺术 东方艺术 西欧艺术 伊斯兰艺术 美国艺术等部门 还附设有少年美术馆 1999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专门设立了 以王几千为名字的中国古代书画收藏陈列宦 其中就珍藏有王几千平生最得意的两件藏品之一 西岸图 西岸图描绘的是文人隐异生活的情景 此图以立幅构图表现山野水滨的隐居环境 上端会崇山峻岭 总立的山口间露出一股溪流蜿蜒而下 山间又有流泉瀑布在山脚汇聚 山路柱有竹笔茅涉 岸边水泄中高势弦坐颇有意境 则二十世纪以来 相对于欧洲艺术 中国书画一直被西方人极度低估 王几千首先将中国书画推到艺术主流中 使中国艺术品得以保存、维护、研究、欣赏 王几千在中国艺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或许正是由于以上原因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才特别以王几千的名字 命名中国绘画馆中的一间展厅 专门展出他收藏的中国书法与绘画作品 这是异国首次为中国艺术家树立的一块封碑 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当西方观众对眼前这些中国古代书画 嘖嘖称奇的同时 在中国北京的首都博物馆里 一场名为保武堂海外华人重要书画珍藏展 同样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这是在中国首次举办的王几千旧藏书画展 展出了王几千家藏古代书画三十余幅 其中不少都是流传有序的中国古代书画真片孤片 在众多中国古代画家中 王几千最喜欢原墨书画家倪赞的作品 倪赞的绘画笔墨传神 王老认为这就是中国绘画的精髓 寥寥数笔就把一块石头几棵树画得神定气足 在保武堂海外华人重要书画珍藏展上 就展出有两幅泥赞的画作 西山仙冠与双林瘪石图 国宝名画藏海外 重归故里数传信 国宝档案 共赏海外藏中国古代书画 西山仙冠水墨卷本 纵六十七厘米横二十九厘米 似乎构图不用常见的一和两岸的两段式章法 而是取中远之景 景物较为繁密 画面一景延续了泥赞一贯的风格 空山寄了古墓荒疏 远离人间烟火 泥赞堪称中国古典绘画中的极简主义的代表 似乎西山仙冠笔墨不多 但意境幽远 用极简的食物挥洒出无穷的韵意 泥赞的风格已成为后世无法逾越的极致 在历代文人士大夫心目中 始终被称为高市中的高市 眼前这幅由元代大画家吴振绘制的竹石图 也是王几千的旧藏之一 吴振的画以山水墨竹著称 他与黄公望、王猛、尼赞齐名 并称元四家 竹石图取景简洁、意境清幽 图中会方式策立竹枝斜出 石块用重墨勾画轮廓 赋以浓淡相间的墨色加以村染 笔墨浑厚苍润 竹枝斜斜伸出 细径的枝条挺拔而富有弹性 昂扬的姿态使整个画面趋于平衡 表现出画家控制选举的高超技巧 画面上方的草书长提 挥洒自如、气韵连贯 使诗书画融合为一体 更加提升了画的审美价值 看过了意境清幽的山水画 再来看看明代画家 吕济绘制的花鸟画 锦基图 锦基图色色卷本 描绘了一幅冬天的雪景 一对质鸡通身为深色羽毛 翅膀前缘与头部有白色试语 头脸与脚爪则是鲜红色 姿态生动 气度高贵 背景是一块巨岩 一株梅花紫岩间生出 傲雪盛开 石壁后由膝溅流淌而出 水势湍急 整幅作品弓写肩背 琴鸟主体用水墨 白色羽毛部分以白粉强调 使毛色极具质感 头脸和脚爪先以墨线双钩 再施诸红 细致入微 1907年生于中国苏州的王极前 旅居纽约曼哈顿五十多年 被人们称为中国水墨艺术的捍卫者 将中国书画艺术推向西方的灵魂人物 如今王老已经先逝 而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保武堂海外华人重要书画珍藏展 成为后人缅怀这位老人和了解中国古代绘画的最佳方式 海峡两岸同根同源 海峡两岸文物都是中华文明的共同文化遗产 国保档案和您一起走进首都博物馆 一路海峡两岸的文物精华展